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介绍了股市当中的人 那这一次我们要来讲股市当中的事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有很大量的新闻资讯 充滞在我们的生活 比方说某某明星谈恋爱 谁跟谁传绯闻 这些平常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了 在股市当中 新闻标题通常都非常的耸动 都会影响到投资人的情绪 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所以今天就要带你来了解 怎么样正确的来判读 这些股市当中的消息 那一般来说 市面上的消息分为内部消息跟外部消息 像内部消息通常都是公司的官方直接宣布的 那如果是重大决策的话 他们就会以重大讯息来发布 所以是公司的第一手消息 可信度也是最高的 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所谓的外部消息 这个外部消息可能是新闻媒体 或者是投资人自己预测的 所以当中就会有他们比较主观的判断 那这个可信度相对来讲也就比较低了 那内部消息其实比较专业的说法 就是公司的财务政策 那就包含了增资减资还有发放鼓励 以及更换新的经营团队等等的 这些通通都是增资呢你就可以来理解为 公司呢将来有比较大的营运规划 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筹措资金 像市场啊或者是公司内部来筹措 那不一定是坏事哦 代表呢这个公司的未来前景 其实是非常看好的 那另外一种增资的方式可能就要你特别注意了 因为啊这代表公司可能要还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有问题的 你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了哦 除了增资之外呢 还有一种叫做减资 公司将来并没有什么未来的重大发展要计划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会暂时把钱还给股东们 那这不一定是坏事啊 可能只是暂时的而已 另外一种呢发放鼓励 通常我们常会在股东大会之后呢 来办除全息 那这个呢就会是发放鼓励的一种方式 比方说呢像除全 就是公司赚了钱 以股票的方式发给了股东 这个就是除全 那另外一种方式叫做除息 就是直接给现金的意思 如果说都有定期的来发发鼓励无息的话 代表说公司都是有赚钱的哦 那什么叫做外部消息呢 其实这个部分啊就比较杂 需要你细心的来判断了 因为这里面呢就会有新闻媒体啊 或者是某某投资人他自己主观的判断 那因为是第二首消息嘛 可信度相对来讲稍微再低一点点 而且呢在这个股市当中 新闻呢都会用很耸动的标题 吸引你进去点阅 比方说呢像躲拉超超门 他跨足了财经频道 那EPS呢上看10元 某个公司拿到了苹果的订单 下半年可能会转亏为盈等等 这一些啊都是算是外部消息 都需要你仔细的留心来判断哦 刚刚说到的这些新闻啊 都会影响到投资人的情绪 所以呢当你在看所谓的财经新闻 或者是听股市名嘴的分析的时候 你还是要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钱 通通都丢到市场里面 这样就会变成股市小菜机 反而会被屠杀哦 躲拉超超门 理财按个赞 See you next time 之前呢我听说有一个阿姨 她退休之后 她就去这个高尔夫球场当干地 那偶尔呢她就会看到大老板 坐在这个高尔夫球车上面聊天 所以呢她就从他们聊天的内容来判断说 诶可能接下来怎么样来投资会比较好 没想到啊真的有赚一笔的机会 所以呢其实这些关于市场上的消息 也许就在你身边哦 那大家都知道内线违法 但是呢比方说你在路上看到 A跟B两个老板呢 他们一起去吃饭 你自己来猜测说 诶这个可能他们接下来会有合作案 这样子是不违法的 但如果你明确的听到 某某大老板的老婆 去提出了明确的并购交易 再去下单的话 这样就是违法行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